今次這首歌的歌名叫做永順街39號 這首歌是一首慢歌 亦是一首很慘、很孤獨的歌曲 一個很悲傷的感覺 為何會上出這首歌呢? 因為今年出了Mr. Stranger和King Kong 有些比較表達要做好自己 一些跳唱會比較頻繁 第三,我想出一首完全不同的 100%、180度不同的一首歌曲 所以很想出一首慢歌 我記得年年後我都說過 很想出一首慢歌 一首很舒服、很平靜的感覺 這首歌雖然是一首很悲傷的情歌 但其實亦是一首很個人的錯分 因為這首歌的歌名叫做永順街39號 是我小學的地址 我小學就是天主舊石中山紀五小學 這個歌名就是永順街39號 為何我會用這個歌名呢? 因為這首歌在說愛情的遺憾 究竟是好的遺憾還是壞的遺憾呢? 而且究竟你愛情的初衷是什麼呢? 我回想回我 在戀愛的初衷 我就想起我的初戀 我的初戀就是小龍的時候 在錄音的時候 我不斷在腦海中 呈現了小學的畫面 就是小學和初戀遺憾的畫面 是同班同學來的 所以我很想用小學這個 public love的初戀 去帶出愛情的初衷 或者愛情的遺憾 而我覺得每個人都會來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初戀 無論是你第一次拍拖的對象 又或者你第一次暗戀人的對象 都是你的初戀 而那個初戀永遠都是很刻骨明深的 你感覺好像距離很遠 但是你永遠都不會忘記 這是第二次和Hana合作 計上一次不可愛教主和Hana 有一個她追我的小情節 這次就是相反 就是她非我 而我很不開心 這次是特地想找Hana 因為感覺好像是一個 不可愛教主的第二個圍道 或者第二個時空之下 兩個人的一個戀愛故事 所以今次的一個小劇場 就是我的初戀情人就是Hana 和我放了分手 今次說完分手之後 我們一起養這隻狗 就是養這隻狗 還是否養這隻狗 我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就有一些情緒 也有想起以前一些很甜蜜的畫面 最後還是決定 我還是養 我還是繼續招呼這隻狗 因為招呼這隻狗 就是代表雖然我沒有了這個情人 但是它永遠都會留在我心底裡面 所以照顧它就代表 我仍然擁有著這段回憶 我都很珍惜這段回憶的感覺 其實它已經很合作了 今次這隻狗叫做紀念 是一隻很有趣的小狗 它是 都 比我想像中合作的 因為 很多時候 很多的狗仔會很黑相波 或者 未必會 任何都不生氣 因為有 譬如我都見過有些狗仔 是想 我摸摸一下它 摸到一些敏感的位置 它會突然間 突然間 很開心 很喜歡 但是 其實紀念是完全沒有這件事 而且 是 跟它 Kisses 它也會想Kiss 但我是第一次見它 所以 它已經很聰明了 但是 拍攝的時候 真的有些很尷尬的畫面 因為 不知為何 他突然間 本身我跟它相處得好 但不知為何 一拍攝 錄機那一下 它突然間好像很害怕我 每次我一摸摸它的時候 它就突然在頭 或者它突然間 會 突然間 有一刻 我會震驚的反應 我完全不知為何 可能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做了一些 動作 嚇到它 還是怎樣 所以 剛剛送公司的場景 就是 說 我 見到它 不停領著我 我很想摸摸它 跟它有一個 比較親密的 還有 我開始 接受回它的 但是 我想接受它 我想摸摸它 反而 沒有跟到的劇本 就 逃避開了我 但是